好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里 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有所谓的什么 比较专业的教室 对不对 专门来做录影用的 那如果是在一般教室里面 你看一般教室的录影 这也是以前的我 其实我平常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叫以前的我 先来教他们一下 因为我录影很多年了 所以我平常 如果要让同学预习的话 我会请以前的我 一年前或两年前都没关系 尽量静一点就好了 好 就请他们回去先看 那看完了 我们上课之后录影 对不对 上课教一次 回去呢又可以复习 因为有录影 所以你看课前预习 课中练习 课后复习 这样有没有都有了 所以同学 很多时候他们会问我一件事情 老师 你那个 我们如果 这个课程上完了 请问 万诺上的资料 会不会继续留着 他不会问我 老师你要不要继续教我们 他说老师 你只要回留着而已 因为留在上面 反正他复习都很简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传统的方式 就是有个缺点 人也许现场看得清楚 可是上面 营幕上 试试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对不对 除非像我们 远距还有视讯 远距视讯 有两个营幕 也许这样还好 可是这种教室 是不是都是 像我们也有一间教室 就是他会帮老师 录营幕上的画面 也会录什么 现场的一个画面 然后呢 他还会做一件事情 会自动分段 有没有 你看这里有个自动分段 可是问题是哪里的 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没有办法一个主题 就十分钟就一段 他们这种 就是你在这种所谓 比较特殊的 专业的演讲教室 他虽然会自动录影 可是十分钟自动断一个 自动断一个 全部录一个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啊 因为还在边看边找 除非你有参加那个演习 不然的话 你后续的人要看 基本上这种方式 是不容易看的 就是你要复习 是不容易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习惯 就是把那个什么 就是我的主题 就把它标示的清楚 因为标示的清楚 这就叫很单纯 你要看就直接点进去的 就比较不会怕说弄错的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 就是比较常见的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我往下 像我在学校里面 我们会教到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视讯特效的部分 我们会拍栏目一目 这个就是在什么 在现场 我就用网路摄影机 把后制过程 直接拍下来 这里 然后呢 我们真正从网路摄影机里面的 我们真正从网路摄影 就是从那个 外博客里面拍的是这一种 有没有整个是栏目的 其实我今天有把那个目带来 不过应该今天时间难不起 就是有这个目的 然后呢 我还会再做一件事情哦 因为这样好了 对不对 我就继续往后面来 这个呢 就是真正 开始进到软体里面 有没有 本来是这样 然后呢 进到软体里面 我们把时间去备了 其实现在这两年 有很多学校都有建置一个 叫做虚拟摄影棚 我们学校可能 应该也会有 应该也会有啊 所以 就是 我没钱的时候 就是用软体做 有钱的时候 就是及时的 老师坐在这边 后面就直接换 就跟真正的电视台一样 就这种方式 所以其实 今天老师要录教学影片 老师讲 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录吧 只是说 你要不要做后制这个动作而已 那 如果说你到学校这边录 就是学校 你要约时间 然后安排一组同学 帮您去做后制的动作 帮拍摄啊 录制 所以有些时候 那个反正会花比较多时间 所以这个是 给您参考一下 实际上是 大概上的一个做法 是像这样子 那 所以我们一般录影的话 我就是会比较 处于这种方式去进行 那刚刚呢 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个 有没有 我们刚刚已经看了第三个 免费的线帐营幕录影 对不对 那 平常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一个 第二个 叫第八 这个在新制度上就有了 新制度上应该是右手边 对 右手边上就有了 它一样有快速键 所以我都把那个快速键列出来给您看一下 那些关键字您上网找就会找到很多 就会找到 因为这个软体本身没有剪接的功能 录了就录了 录了就录了 所以如果你要剪接它是有付费的 付费我就不介绍 好就不介绍 那好处就是 录完直接就播了 不用后置 就不用后置 除非你真的讲错了 讲错不然你就从讲一次 OK 那所以我们先介绍上面这个 大家比较 接受度会更高的 这个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Edgy Friend的 我说接受度比较高吗 因为它跟大家有一个软子 你 如果不会用这个软子的 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 叫做PowerPoint 有没有哪个同学你不会这个的 你可以先离开 没关系我会怪你 它跟PowerPoint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有很高的熟悉感 用PowerPoint是来做剪接 你觉得难不难 一定不难吗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这个 好 你